逐客新贵宅男条件很优越 不过为什么和女生第一次约会的失败率却很高呢 有一家单身俱乐部整理了宅男约会时 一说就会破功的说辞 如果您是单身男性可以参考看看 科技单身新贵年薪高条件好高学历 但是约会却很挫折不容易垫到女生 听一下这个男生和女生第一次约会的说辞 开场有的时候是去逛一逛去吹冷气 这样子家里面的气就不用开 比较省钱 那还蛮节省的啊 糟糕破功了 女生心里已经三条线了 男生又说 我妈妈和她要求的是 比较三种心的这种欺负 真的哦 很节省又说她妈妈什么的 这位男生出局了 听了你会觉得比较可能受不了吗 还是说怎么样的状况 生小孩 因为小孩又不是说在几年内可以生就可以生的 逐科男约会男 单身俱乐部帮你做媒 还是得靠自己 大部分半小时一小时都在讲公司老板 跟产业分析 都完全没有提到她自己 那这样女生可能说 我也不是来认识你的公司做产业分析的 所以科技宅男约会 自我介绍时要先想好台词 几个竞技最好别碰 比方我很节俭 我妈妈说什么 我爱上网电玩 狂聊科技 或急着表态要结婚 或一认识就急着要去见父母 因此俱乐部建议宅男们约会时 要记得面带笑容 谈嗜好比太严肃的话题 找出共同点 还要注意对方的反应